Laguna de los Tres 是Patagonia其中一條最出名的一條行山徑 連地人都特意在Banoisiris那裡飛過來 就是為了一個週末在這裡 我們在Alchatén出發 沿著一條紅色的路線 直接去到湖那裡 如果有時間 還可以去左邊一條路線 去那個叫Piedras Blancas 其實沿途回來 你還可以選擇繞到另一條路 去一個大中小的三個湖 那三個湖真的命名 阿媽 阿女 和阿孫的湖 但其實大部份的人去完主要景點 你應該已經沒有力氣了 今天是Day6的Alchatén 我們終於等到今天了 完全是 又不是完全沒有風的 也有風 還沒有風 但是沒有之前 那樣颱風式的刮風 然後呢 今天是超好天 6點多已經開始好天了 所以呢 等今天天氣超來 以為我是最早的一個人 但是其實在我前面 已經有整個人 一個人開始走 6點半正式出發 因為今天呢 這條條路 我想大約可能要7個小時 但是呢 休息一下 坐一下 吃午餐之後呢 可能都要8個小時 繞過去另外的景點 可能都10個小時 所以呢 我今天寧願早出發 來Patagonia 行山呢 看天氣呢 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呢 當地人呢 就很重視風速 究竟是否下雨 陰陰陰天 都不重要 因為這裡的風速 是可以很誇張 是台風式的風速來的 行山啦 還是應該去智利那邊 Tor de Stéle Pioneer 一個國家公園裡面行山呢 那其實呢 我這幾段片呢 你看完之後呢 很快已經有答案了 自己的結論呢 就是智利的Tor de Stéle Pioneer 簡直是一個 Tourist Trap來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時間 真的應該盡量留多 一些時間在這個 Auchauten那裡 因為這裡所有的 Hiking Trails 都是免費 你可以隨時出發 隨時回來 那其實這段Trails呢 你說它難不難呢 其實最難是 在最最後那一段的上斜 那另外一開始這段 三個多鐘呢 其實它都比較平坦 也都很open的 你看到的景色 整條路線呢 指示很清晰的 所以你是絕對 不會有可能迷路的 因為這裡是一條經典路線 每一天都超多人在這裡出現的 所以呢 越早出發就越著數 因為如果你遲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最最後那段路線呢 通常會很塞人的情況 就是呢 你可能要等一段 才上去 或者等人下來 才可以繼續這樣 那樣的狀況 看了一個山 看了所有城市 三百六十度 那今天再看Fitz Roy的時候呢 就開始沒有了那種震撼 那樣 就是這麼衰的了 那 suppose這條呢 是整個 我城市最珍貴的 最珍貴的 一條 但是呢 我等到今天 天氣最好的時候呢 才來走這條路 但是anyway 我們等一下還可以 等一點點 去到山腳那裡 看看有多震撼 我不知道 在帕大高年行山 登山將是一件 一定一定一定 需要戴的一件 其實我自己都想了很久 究竟需要不需要戴呢 因為呢 上飛機又要差你 extra的錢 因為要check in luggage 很多complication 但是最後我都是 very grateful 我戴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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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